其實在唸這個配音的過程 我其實蠻感動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小哽咽這樣 因為其實 我們 怎麼突然想 馬上哽咽 故事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如果再有一輛 那個馬車 他希望他帶他去 有熟人的地方 然後有公主 有王子還有其他人在裡頭 其實這還蠻值得一哭的 對啊有沒有 他們如果講哪一句話 你會覺得內容 比如說 哎呀 瓦拉瓦拉 瓦波羅有嗎 就其實這個字蠻令人 雙感的 那現在媽媽的社群 是他自己管理嗎 還是現在幫他打理他這個社群 我是不會幫他打理的啊 但是我就是叫他 再謹慎一點啊 沒有啦 Keywon真的也不用給我看 你有契機公信嗎 就我當下知道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趕快打電話 然後我問他說 你怎麼會 然後 反正就是 我就跟他講了這樣子 嗯嗯 你就說他霸凌的 我就說我就是稍微 我就稍微教訓他一下 因為我覺得是要告訴他 這個東西的嚴重性 而且我覺得這樣真的很不妥 對啊 然後他就 他會不會想說 你以為以前也會講什麼 這我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啦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對 反過來說其實 國母也有點就是說 就是說 也面對於所謂網路霸凌 因為有人去肉搜他嘛 甚至講一些 我有看到下面一些留言 其實他已經抱歉 可是我看有些網友還是講話很客氣 我覺得其實就讓他知道 其實你說會不會讓他心疼 我覺得自己讓他 應該是說讓他也學一個教訓 然後讓他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感受 就像你在寫那句話的時候 別人可能也是這種感受 那你現在就感受到這個感受 然後我覺得 也 也就是一個學 一個經驗 然後也讓他學習到 可能也體會到他女兒 可能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時候會遇到的一些壓力 因為那是他從來 不會感受到的事情這樣 那我覺得對他而言 就是一個學習 然後我希望 他可以永遠謹記在心裡面 是你媽覺得他自己在玩笑嗎 我不知道到底他心態是什麼 我也不想追究這個事情 我只是覺得說 你有必要寫這個東西嗎 對啊 然後我自己也是百事不得記者 我不理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這樣 所以我已經 狠狠的教訓過了 小打地鼓嗎 是沒有 沒有跟他見面 下次見面的時候 可以稍微打一下 不會啦 我覺得他已經得到的那個教訓 他知道那個嚴重性 而且他 他也很愧疚 一來他對小禎很拍謝 二來他也覺得 他對我造成了一些影響 他也很拍謝 這樣子 所以我相信他應該以後 會比較小心一點 他沒有 但他有說他睡不好 我說你睡不好是應該的 然後我說我也睡不好這樣 所以我說小禎真的很溫暖 因為他的那個體貼 他是他知道 因為我媽是一般人 就是他面對這樣的事情 一定會有一些巨大的壓力 然後他也不想讓事情被搞得很大 所以他就是笑笑的帶過 所以我說他很溫暖 然後我也很謝謝他 有這份體貼 可是不能因為他這份體貼 我媽就好像對這件事情輕忽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嚴重的 你要永遠記住 那今年這個是童話故事的一個主題 古老童話 對 我自己其實在唸這個配音的過程 我其實蠻感動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小哽咽這樣 因為其實 我們 馬上哽咽 我整理一下情緒 故事裡面有一句話 他說如果再有一輛馬車 他希望他帶他去 有熟人的地方 然後 然後有公主 有王子還有其他人在裡頭 其實這還蠻值得一哭的 對啊有沒有 他們如果講哪一句話 你會 那一句話 比如說 我老了 我沒用 其實這個是蠻令人 鬆感的 對不對 對 你馬上說哭就對了 對啊 你這一次 不知道欸 可能天氣太冷了吧 我媽媽媽有講這句話嗎 沒有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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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但我爸曾經說過這句話 然後咧 你怎麼回答 那個在我們三個人的有一本書裡面 我有分享過 因為我爸不是手受傷嗎 斷掉 他曾經有一次講說 老爸就是一隻手 所以你們會看不起我 我看 聽了以後真的很傷心 我說 你怎麼會這樣在想 為什麼你們要逼我 為什麼 為什麼 要逼我 不要逼我 你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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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回忆 感谢观看